來 我們看一下 孟妍的回顧VCR 她是孟妍 這個人飄游過海來台灣比賽 大家好 我是來自馬來西亞 孟妍 她對十五歲就開始唱歌賺錢 一個月賺的十百人一年十歲 在我十五六歲的時候 就出現問題 然後那時候我就出去唱歌賺錢 她們點什麼歌 就要唱什麼歌 完全是整個集氣 調電來參加紅人棒 也是為了爸爸來 大家好 我是孟妍 錄完也要回的那一天 我手機又沒電 然後又搭不到車 然後我不懂要怎麼樣 我就在那個大門口 我直接蹲下來哭了 下班的時候我已經很想回家 不想逼 幾分 原本就是一個落跑的夢魘 第一次輸掉 就變成他離開最好的救口 她們不知道我不是因為輸了想不要比 整個環境就是會令我很壓迫感 我很害怕 我覺得我好像一直在聽人家講話 然後我就跟著他坐這樣子 沒有而是說 這可能是你一個轉折點啦 如果你越拖得越久 你越難坐上去 然後就這樣 好好好 就來比 就比 又再來 來 他家出手變之有沒有 真的是厲害 我 恭喜孟妍 順利的登上 孟妍幫我坐 就這樣子坐上去了 就沒得了 他今年已經二十九歲了 不管什麼事情 他都是笑笑的說 夢魘的意思 傻傻的過 其實他在意別人的冷言冷語 其實有刺刺的聲音 也有反對的聲音 其實他在意自己每一次的表現 一風中水雨給整個 唱歌那個歌點都沒有對著 有幾個重要的點的古典 如果沒有對著整首歌就跑掉了 咬刺非常模糊 電影下不去 節奏完全亂跑 然後這首歌其實也不該選 我想說 站在台上的表現是這樣子的 因為平時 明明可以 明明可以是很好的 唸這一個其實真的 我這邊受傷 是 就是一直很痛 就是我痛到沒有辦法睡著 自然為了燈 拍我這個 很糗的樣子 很糟 很糟 暗冬孤兒路 去的水雞又生虛弼 不講到韓國也故意 雅遊又拔不去 所有的那些都很困難都很痛 就是一直重複、一直重複 一直唱、一直唱 就是這樣子背起來 聽到你唱這首歌 說你不要講台語 我沒有聲音相信 講給他聽 現在開始我要講台語 約會為了比賽所造成的麻煩 要來這邊唱歌其實 金錢、時間都要有 一開始的兩個月 我的存款就是紀錄 完全沒有 就用完完全用完 我爸媽四個我拿那個幾千塊 我都就是沒有辦法給 然後我就自己 就自己非常地難過 好,叫他 百 vor 十二三 中文字幕志愿者 希望你的成功 加油 加油 這是媽咪上路的 媽咪停在這條路 加油 鳳妍 拜拜 不知道在大家的生活來 它是愛哭的水晶酒 還是愛笑的傻美 都希望大家 不然不再一個對馬來西亞過來參加比賽 用378點錢 花20萬7,610塊 和13萬9,776公里 為了一個唱歌的夢 這個人在台灣打招 它就是夢魘